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 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打赏 我们的新茶 我们的老酱香酒都已经上市 今年的茶又多了好几款香型 欢迎大家少少二五 欢迎选购 挣点小钱 维持好这个节目 谢谢大家 今天的独报时间 华尔街日报 在魏灵灵一篇专稿 习近平要求中国为极端情况做准备 包括跟西方的冲突 也就是随着中国美国尝试谨慎的进行恢复高层接触 习近平正在加紧采取行动 为中国可能陷入的冲突会议筹谋 纽约时报 香港政府申请对运农官归香港 颁发禁制令 法官推迟裁决 推迟到了21天 那么这个事情可能对各科技公司 如何在香港运营造成的影响 影响有待观察 那么在谷歌和Mita在香港有办事处 现在两个公司在香港多达数百名的员工 推特在2015年开设的办公室 两年后关闭 在香港已经没有任何的工作人员 那好了 谷歌这事没有 但是呢这个香港的警察有这个做法也带大家耳目一心 华尔街日报谈谈特朗普 特朗普对机密文件案的指控不认罪 纽约时报 特朗普对机密指控案做无罪的抗辩 他身穿身上西装 打着红色领带 双手交叉 做到辩护席上 负责监督听证会的治安法官 简述起诉出内容 特朗普的律师之一 戴琪进行的答辩 我们肯定会做无罪的抗辩 好了 纽约时报 有一个专栏文章 题目叫做特朗普的庄园的厕所读物 因为他的这些秘密文件 全部堆在厕所里头 他说惊人的是我们很容易想象得到 特朗普的监狱里竞选总统的样子 这不是第一次有人会在监狱里面 企图入主白宫 第1920年 有一个叫尤金德布斯的人 尤金德布斯因为谴责美国 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而被判煽动罪入罪 但他赢到了大约90万张的选票 成为美国社会党的提名人 但是特朗普人家说呢 美利坚合众国起诉特朗普的戏剧性的开审 是一个恰当的转折 特别检察官表示 这不仅仅特朗普所说的箱子骗局 你不能够确取机密警告 机密的文件 那么把它留在 马拉格 马嘎拉格庄园 那些金光闪争的浴室换洗室 卧室和舞厅 然后你经常拿出来炫耀 提醒别人 你有多重要 克朗普的致富 就是他最大的弱点 他忍不住要自吹自流 瞧 我有这么多的机密文件 那么目前来讲 特别的检察官 史密斯 有意提醒美国人 法治 是美国这个国家的基本信条 明报的笔正 陈景祥的文章 新闻的力量是公共的利益 新闻自由和公共利益 那么是挂钩的 一个文明社会 必须坚守新闻自由的原则 因为新闻媒体 揭露社会不公 把事实真相暴露在公众面前 本身就是一种 强大的监督力量 足以制衡政府的公权力 和利益集团的影响力 新闻自由值得珍惜 因为它揭露报道 主要是官夫公共利益的大事 英国BBC 头版头条 美中半导体大战 进入了深水区 人工智能AI晶片 为什么成为关键 这个时候来讲 有人认为 疫情期间 过度的生产芯片 一期今年面临生产 趋缓的半导体产业 却因为AI晶片的需求暴增 再次成为全球的焦点 而全球发展AI晶片的龙头 是美国的英伟达 外面叫做辉达 一夜之间 这个市值暴增 甚至超过了台积电 三星 这个黄仁勋 已经成为了国际金融科技 这新的亮点 当然 AI晶片和AI芯片 没有办法回避 地缘政治的影响 那么这个芯片的后面 是美中半导体 另一场大战 就像石油 在一百多年前一样 半导体 是没有办法逃避 地缘政治的 美中的高科技战 尤其是半导体的战 已经进入深水区 美国是不是会循台积电 和华为模式 开始全面进制 美国生产的AI晶片 销往美 中国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那么中国的AI发展平台 还是没有如同 Chap GTP 或者谷歌 那么的上寸 因为 在用完了美国买来的 高科技的 高阶的 晶片之后 中国的AI发展 势必会遭受阻力 那么全世界都在前步后继的 对AI在半导体领域的研究发展 今年会有很大的进一步突破 关键的关键是 深层次的AI 那么中国还是谁 会领先AI晶片的兴产呢 那么来讲 不管怎么说 除了英伟达 有人认为 未来AI晶片的发展潜力 会平静 台积电都扮演的重要角色 纽约时报有个专栏 人工智能真的能毁灭人类吗 这个呢 上个月 人工智能界的数百名知名人士 签署了公开信 警告AI 是有朝一日 可能毁灭人类 公开信只有一句话 减轻人工智能 灭绝人类的风险 应该以大流行云变 和核战争等 其他社会规模的风险 一起成为全球优先的史项 但是这是对人工智能 做出不想警告一系列 公开信最新的一封 那么这个突出的是 切少细节 今天的AI系统 不能够毁灭人类 其中有些系统 只能勉强做加减法 那为什么这些 最了解AI的人 有如此的担心 尤其做出了 吓人的预测 有没有迹象表明 AI可以做到 毁灭人类这一点呢 目前还没有 那么AI系统 是从什么地方学坏的呢 因为呢 Chap GTP 这样的AI系统 是建立在神经网络上的 数字系统 是通过分析数据 来学习技能的 那么这些人呢 包括AI 以后会学到更多的坏习惯 那么警告的背后 都是谁呢 都是懂得 人工智能的危险 因为他们最适合构建 AI系统的人 好了 目前不会产生影响 以后难说 好了 法康 法国媒体说 梅西的T球 给习近平一个 精美的生日礼物 这不是偶然的 那么这一天来讲 习近平也许不会看到 中国获得世界杯的梦想成真 但至少在体育界 有人希望中国国家主席 能收到这么一份精美的生日礼物 有意思 他说这个中国的球迷 对梅西的疯狂啊 那不得了 真的是疯狂 铁杆的粉丝 要花一万人民币 在北京的四星豪华酒店 随机预定房间 有机会来跟梅西打个照面 当然引起一些骗局 最大的一个骗局 欺诈性的广告 说五千万元的价格 可以邀请梅西 出现在公司的直播中 以宣传公司的产品 那是个骗局 伟大的领袖 如果像梅西这样 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爱 那才是真正的生日礼物 德国之声 谈到了德国媒体 说的习近平 何以要让年轻人学习吃苦呢 他华兰克风汇报说 习近平对年轻一代的期望 可以帮助外界了解 中国领导层对当前经济局势的变判 十年前习近平还曾号召年轻人 要有雄心壮志 以创新精神推动国家的环农很强 而十年后的今天 习近平就要求年轻一代 要像他一样学会吃苦 那么好 这个题目叫做 中国人为什么要学会吃苦 是因为经济的问题 中国面临的问题 不是国际市场的皮卵 而是内需的不景气 习近平呼吁民众要为吃苦做好准备 那实际上来了 让有人有理由对他提振经济的意愿 表示怀疑 实施而必要的改革 怎么让中国的消费者的钱袋子鼓起来 好像变得更加的遥遥无期了 相反 一旦中国的不远的将来攻打台湾 那么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地切 要把中国带入个新的漫长的苦涉的年代 不吃苦能行吗 美国之音谈到了论 题目很好玩 脚底抹油 中国百万富翁前扑后论 居全球之首 2023年 中国的百万富翁将继续外流 数量为所有国家之最 这是英国一个亨利咨询公司 那么一个告知 中国预计今年将有1.35万人 高净值的人士外流 延续过去十年 百万富翁向外移民的趋势 高净值人士的定义是拥有超过一百万可投资资产的富翁 中国日本的经济新闻说 中国尽管估计有82万多的百万富翁 但这个外流趋势将使数以千万计的美元的财富 从中国的消失 让中国经济增长减缓的情况进一步的恶化 那么这个东西来讲 多数都跑到哪里去呢 新加坡很高兴的 容纳这么多 但是呢 新加坡这位明星的中国投资人 华兴的这个老板包凡 就在新加坡神秘的事中引起了恐慌 香港预计今年会有一千位百万富翁对外移民 这里严重的阻碍了香港政府吸引富人 把香港这个金融中心改造成为财户管理和家庭 办公的枢纽中心的努力 那么现在主要是有1.08万的百万富翁 2022年移居新加坡 财户的大量流落造成了这个城市国家房价 和其他生活费用的飙升 美国之音 美国财长耶伦说 试图跟中国脱钩将是灾难性 这是在6月13号 在众议院的一场听证会上表示 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有助于平衡中国 而美国试图跟中国脱钩将是灾难性 是一个大的错误 问到财政部是否为中国一旦入侵台湾 而对它进行制裁做好准备时 耶伦说 这是财政部跟其他部门合作应对的事 有一个议员 敦促耶伦为中国的入侵台湾时 大量抛售美国国债的可能性 做好准备 亚洲自由电台谈到英国的外相 准备访问中国 惹起了朝野反对 有个议员 被中国制裁的议员 面赐这位外相 是中国的走狗 那么英国媒体说 如果外相要访问中国 将有部长级的官员辞职抗议 身兼下议员的董秦达 曾经联署 谴责中国的什么呢 新疆的问题 在2021年被制裁进入路径 根本就不可能进入中国 他的意思呢 这个布奈恩特说 你基本上就是和中国一唱一和 只要中国奏乐 你就会起舞 你就是一只中国的走狗 他们要什么 你就去做 有意思 外交部长 想象一下 秦刚如果被人大代表 骂成是走狗 那个人大代表会怎么样 秦成的干活 德国之声 德国即将发布安全的战略 对中国延迟即将更加的尖锐 看来来讲 内容将出现针对中国在国际上构成的挑战 更具批判性的延迟 因为德国的对华政策要被欧委会保持一致 加拿大新闻网 国企的高层当街拖小山 那就是胡继勇 那么习近平呢 就发了一个拜登跟蔡英文逛街 这个批图遭到了微博的屏蔽 网友批他很低俗 胡继勇留言反问 难道台湾不就是美国的小山吗 就认为他是没有低俗 这么一说 这是我们今天读报的念 好了 特朗普曾被 特朗普被美国的起诉指控 而他也聘请了律师团 为他做无罪的辩护 这里面凸显的是美国的法治精神 如果没有法治 如果没有新闻传媒的地势权的监督 特朗普的文件门也未必能如此之快 为大众所知晓 如此之快被美国的法院所指控 这是美国制度性的一种优越 在其他国家 比如朝鲜或类似朝鲜的国度的制度 这一类的郑国级领导人被依法起诉 至今能难无法想象 四人帮那只是一个呢 一个法治精神之外的例外 第二 华尔街日报等媒体对习近平 近期频繁发表极端的讲话 做了前面的分析 那么两句话大家注意到了 构建国内大循环 是为了保证极端情况下 国民经济能够正常运行 这跟参与国际经济循环是不矛盾的 第二 构建新的发展格局 首先要把国内大循环搞好 这是治本之策 双循环不是要搞闭关锁国 而是当别人不给我们开门的时候 我们自己还能活下去 活得更好 极端思维极限思维 是不是意味着 在各方面要做出破冠破摔的准备呢 第三 AI时代的危机如何面对 人工智能大时代对人类构成的威胁 如何准确评估 AI是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另一条解困之道 这是世界性的前年话题 但我们现在还在为国家安全 青年人就业或者一首歌 要不要禁止传播 伤痛脑筋 我觉得这就是显而易见的代仓 第四 舆论批评胡锡进过于低俗 对此的评价 我没有太多的意见补充 问题是胡锡进这一队人 这一队的人 什么时候高雅过呢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故事 咁运 7 吗 分装